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立刻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新闻头条消息 富乐这件事情 连绿尾都看不下去 频频的是呛吴秀梅下台 而今天苏贞昌也在讲说 不要混淆重点 所以其实看出来 现在这个富乐的祸 真的是不止蓝尾 绿尾 同样也是同声在骂 我们就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前大使借文集 蔡轩好 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蔡轩 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侯汉婷 蔡轩好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在网路上面流传非常多的 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科全卫医师 魏珍他也有确诊 但是他也分享了说 他真的终于懂了 为什么有人想要安乐死 因为他说他的喉咙 真的是非常的痛 有如刀割一般 所以他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的政府 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 没有啊 这个确诊 很轻微 就像轻症 就像感冒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讲的一副那种病毒 好像无关紧要 没有严重性 但是事实上真的得了之后 就可以知道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连名医都觉得 快要不想活了 可是他们现在是不是都是一种 政治上面的操作呢 都会告诉你说 清政啊 那有将近99.6%都是清政啊 还有这些指挥中心的人 你看他们也这样 恢复得非常的好 可是如果我们政府 连病毒都管不了 那快筛总管得了吧 为什么我们快筛 还是不断的看到说 台湾的经济奇迹呢 总是看到像小吃店也好 或者是说这种做墨水夹的 他们通通都可以来做快筛剂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之前快筛的问题 4月的时候是大家买不到 那到现在买得到了 又是黑心快筛 这个富乐快筛 使用之后没有办法显示出 连一条线都没有 追查之后发现是混用了大陆货 那当然大家这个政府 也是主要在那边操作说 就是因为大陆货很烂 然后FDA也是在讲说 这个是防君子 不能防小人 谈称说这个EUA只有书审 所以很难防 但是今天国民党 有开一场记者会 他就还原了这个事件表 他实际上我们这边 有拿到他们的这个大事件 来看一下 其实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FDA 就已经有发布警讯说 这个富乐的快筛 在市面上有仿冒品 而且还要求要召回 这些未取得EUA的富乐快筛 就代表说富乐快筛 早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问题产生了 可是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 食料署竟然可以通过 这个大新资讯的 富乐快筛的EUA 而且一次过关 只费时14天而已 这难道没有包庇的力量吗 难道是有什么 快速通关的一个密码吗 果然现在被大家挖出来 就是有这个邵博士顾问公司 这位邵姓负责人 就是让这个富乐快筛 可以快速通关的一个原因吗 在他的操盘之下 大新取得了快筛计的EUA 甚至他的顾问公司 顾问公司里面的网站 介绍自己 真的毫不避讳 怎么说呢 你看看 他官方网站讲说 他这个顾问是审查员出身的 他能够扮演厂商 跟食药署之间的桥梁 的确他跟陈时中 是不是关系也非常的要好呢 昨天媒体人黄耀明 也拿出了这个照片 就说其实他过去有担任 台湾牙科器材同业 交流公益协会的荣誉法规顾问 当时他们办年度大会的时候 部长陈时中也参加 还一起合照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还有两人合照的照片 所以FDA就讲说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反正一切都是以昨晚发布的 新闻稿为主 所以看起来这一把火 已经是烧向了陈时中 偏偏现在陈时中居隔当中 现在确诊居隔当中 但是我们也看到 很巧妙的一个政治上的操作 你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绿尾都跳出来在骂 骂谁呢 不是骂陈时中 他骂的是这个吴秀梅 像林淑芬 他已经两度 两度跳出来讲说 谁要除早就知情 这不是包庇 什么才是包庇 吴秀梅下台讲了两遍 怎么不是叫陈时中下台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把火 已经烧向了陈时中 所以现在民进党必须要断尾求生 谁要设下一个停损点 就必须就这样 我们就牺牲吴秀梅好了 不要让这把火烧向陈时中 陈时中毕竟后面 还有参选的路要走吗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也是一种政治上面 是不是有一所考量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富乐劣质试剂 它的暴力达到120亿 那栏尾他们是说 现在它就是原本 就是卖这个墨水夹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医疗的背景 但是它可以却快速的 取得这个EUA 核可进口的2.4万剂 所以获利非常的高 那我们看过去 就像高登一般 高登也是小吃店 突然就变身 可以变成一个生计公司 所以真的是一个台湾的经济奇迹 这让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就是 林秉书的金流 现在有最新的一个公布出来 就是说这个2020年的1月份 到2021年的12月9号 其实林秉书的一些金流 都是透过新系大佬 两年还会了2900万 都是透过第三方 电子支付蓝星科技 然后每个月汇出的金额 大概是120万元 有这样奇特的金流 但是新北地检署竟然不查吗 新北地检署都是告诉大家说 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不予回应 那我们有再询问一下 我们制作单位有再去问一下 然后他就说 跟这个本案无关的部分 我们不予评论 明明就是如果这个人 他牵涉到一个事件 你自然会去查他的金流 就像是之前台中的南大生 不是被厄棍围欧众伤吗 当时全台湾都在瞩目这件事情 马萨拉利事件 那后来就去发现说 原来这些欧人的这些人 他们在涉嫌经营赌博网站 每个月流动数亿元的赌资 不是同样也是 你犯了这个事情 可是大家后来查到 你的金流有益 可是为什么遇到了 这个跟绿营相关的人 林秉书 这件事情也可以转弯 所以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民进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都是政治思维 都是看看是不是自己人 我们先问一下汉提 小人擅长结党隐私 就只要是自己人 一定要包庇跟维护 那么当然整个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 凡是政府的管制管控统构 必然会有寻足腐败 况且民进党本身就有 腐败的DNA在里面 民进党所作所为 就叫做以益谋财四个字 疫苗有没有图利 有没有发大财 当时民进党说图利厂商 叫天经地义 我们所有的五倍券 疫苗预约 简讯系统 通通都只交给一家公司 陈时中说 因为我就是很信任他 他们几个人就可以决定了 上百亿元的预算 而且这个东西 最后做出来干嘛 还是个烂货 所以定这个政策的这些 就是烂货 快筛也是 真正的像鸿海浦生 国光生 台树 泰博 然后真正在制造 快筛的上市上柜公司 那么多 优秀公司那么多 但是政府所何可 要去购买快筛的 不仅少 而且奇怪 要嘛是小吃店 要嘛是电玩店 不然藏身民宅 现在又跑出来一个 就是卖墨水夹的 好奇葩 那么这些东西 最后有没有出事 最后也都一一出事了 当中如果要说清清白白 谁信呢 民进党现在谢泽带风向 就是民进党立委说 这个叫做卫福部 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审查了EUA 请问一下不知情怎么审 不就是乱审吗 那就是说老师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改了考卷 那就是乱改 法官在不知情下判案 那就是乱判 丁允公能不能够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在办公桌上办事呢 那叫做乱办 所以民进党自己都已经坦承 卫福部审核根本就是乱审 你还有什么好卸责 你还有什么好去推卸 然后还说他这个全部都厂商的事 厂商有错 但是难道你没有审核 以及验货的失职吗 现在才知道原来卫福部买了东西 给了钱都不用验货的 全部都拿来做 你也不用抽验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如此轻松跟随意 那其他认真辛苦的厂商算什么 所以包含像是EU生计 他就自己算是良心发现 他主动告诉卫福部 现在的这家快山是有问题的 我不要用了 所以政府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套机制叫做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政府的责任就是防小人 不然叫政府干嘛 而且是早在三月四月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告诉你 那边有小人了 结果还不听 所以如果这个政府不能防小人 只能表示什么 这个政府处处是小人 百姓受苦难 高官发大财 人民怎么办 下架塔律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情的讲法 现在非常的不负责任 就代表说你从来没有把关 你没有把关 你好意思把它讲成说 我不知情 我在不知情情况下就审核 那请问我们这个指挥中心 到底在干什么吃的 从疫情到现在 这种疑似官商勾结 发国难禅的爱力 这个爱力实际持得比比皆是 不断的出来 而且价码越来越高 离谱的程度也越来越夸张 为什么 八千亿的预算 所以这是个国难 国家台湾人民在历经 这样子的一个灾难 全世界都面临这样子的一个 公共卫生的灾难跟考验 每个国家都在 做这个纾困 然后就有人在发国难财 对 对不对 特别跟这个相关的 这些组织的人 你就看到很多完全不相关的 就觉得这有利可图 就都进来了 都进来之后 太多这种固定的模式 就要找到关系 然后你能够及时的进口 然后你能够通过 打层层这个关节 最后你提供怎么样 政治上或者是个人上的 这种精源 贡献 这个监察院去哪里了 廉政署在哪里 是 调查局呢 对不对 检查总长呢 韩国每一个总统下来之后 对不对 都面临到整个司法的检验 媒体的检验 在任时期 你只要敢敢这个贪污 因为韩国的政商攻协 实在太根深蒂固了 所以他们自然不断地开查 不管你哪一个党派的 结果你现在看 书院长 你怎么看看这几个案例 这个少顾位 你是不是要请他出来解释一下 是不是 他被牵连到跟陈时中 有过去有直接关联 对 他到底在这个角色是什么 陈时中知不知情 对不对 吴秀梅知不知情 是不是 是真之眼 病之眼 还是严格的审查 那这个也出了大问题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民进党怎么看这个问题 民进党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应该要选举 那媒体 非常支持民进党这些媒体 一连串再发这种国难财 我觉得是不是 大家稍微要适可而止 是不是 你只要办一两个 表现出 你已经六年执政 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大家这么辛苦的时候 还一天都会看你在那边 每个人在那边开盒酒 红酒 然后发国难财 我觉得太离谱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民进党 什么事情 在他们眼中都是选举 都是政治 他们并没有看到 真的人民需要些什么 大使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从各种迹象看出来 比大清帝国末年那个朝廷 更腐败 更无耻 这件事情 这个快筛计是无效的事迹 你怎么会让他通过EUA 而且事先人家都有警告过 美国什么都有警告过 美国三月就已经有这样的公布 你怎么会让他过关 还说不知情 不知情就是无能 也就是说你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做把关的工作 那是不是应该通通开除 而且还要追究责任 因为浪费了数百亿的工厂 一百多亿的工堂 人民的血汗 人民的纳税钱 现在人民连这个 连一个便当都买不起了 你随便就给人家一百多亿 这说得过去吗 我看这个吴秀梅 下台是绝对是不冤枉 可是还要往上查 对 这个顾问邵博士 不是跟陈时中在同一个场合出现吗 对 没错 那陈时中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陈时中上面还有苏贞昌 苏贞昌上面有陈建仁 陈建仁上面还有蔡英文 是不是医病都要查 是 对不对 你查弊案都是要往上查 你不要到最后又把一个科员 什么技术人员又拿来法办 最后这些人统统没有事 这就是无耻 无能无耻还贪腐到如此 现在贪那个三千万两千万小case 一下就是一百多亿 对 现在这些人已经吃得太肥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传统说 君子有才取之有道 对不对 君子好才取之有道 道义有道 你今天是道 你要有道 什么才不要发 国难才不要发 人命才不要发 你问如果今天拿你的假事剂 他如果是确诊的话 测不出来 等到他真正发病死亡的时候 这个假事剂是不是害死人 那谁让这个假事剂上市 然后还买了 卖出去这么多 这件事情 他一通过有一个厂商 就当时就跟着食药署去检举 当天他也5月23号就检举了 检举函都拿出来 他们也收件了 可是他继续让他去卖 然后卖掉一大堆 最后是怎么样 最后台湾还都被骗 被谁骗 食药署骗了 食药署你负责把关审核的 你通过了大家才敢买 那你为什么会让这个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都已经警告着这个 这个快拆事件 为什么让他过关 错误 错误一定要负责 可是里面有没有贪污 有没有腐败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没有故意放水 这个都是一个大问号 不过怎么样 现在你看这个政府 有在做什么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我看了一下 这个吴光吴秀门 背景就极硬 他是靠跟绿色的这个权贵 这个关系很深的 要不然怎么会去做 这么肥的工作 他有做过这个工作的背景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肥缺 谁把他放到那边去 在那边干嘛 帮着大家一起捞钱 我看这个是一个 这个嫌疑很大的是一个集体犯罪 就他一个人 他还敢有这么 有敢这么大胆子吗 这是一个集团团伙 所以我说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比大清末年的那个朝廷 更腐败更无耻 所以这样的共犯结构 让我们的疫情 难怪现在就这样子 看不到尽头 你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